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东部海域12月中旬,再度发生规模6.2级地震。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和连电回应称,厂区都没有受到地震影响,生产运营一切正常。 逐科、中科、南科三大科学园区都表示,园区正常运作,厂商没有受到此地震的影响。 日前,连电董事会通过资本预算执行方案,预计投资金额达324.17亿元新台币,将主要用于建设台湾南科晶圆12A厂P6厂区及新加坡P3厂。 联电指出,南科晶圆12A厂P6厂区与新加坡P3厂共计将投资100亿美元,将于三四年内完成投资。 其中,新加坡P3厂预计2025年量产,以22奈米及28奈米制成生产,量产时程将较原先规划的2024年底延迟超过一季时间。 因受电脑及手机市场持续去库存化影响,联电公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11月营售为225.45亿元新台币,但较10月减少7.39%,这已是连续三个月出现衰退。 不过,成熟制成出现衰退,早已是很多业内人士此前的共识。 在先进制成方面,虽然会受到影响,但由于只有台积电一家能供应,而且大客户苹果也早早就定下三奈米公益代工合同。 台积电此前表示,三奈米制成于第四季度量产,并在明年提高营收约中个位数百分比约4%至6%,升级版的N3E技术开发进度则较计划提前,预计会在明年下半年量产。 而作为首次采用三奈米工艺的iPhone 15 Ultra,齐奥涨价的消息从iPhone 14系列发表以来,就不拒约,别说iPhone要涨价了。 看看安卓阵营,除了未清库存的低阶机型之外,几乎所有搭载全新旗舰晶片的机型也都做出了涨价的调整。 毕竟,即便强如苹果也扛不住成本上涨这件事。 2023年,旗舰手机的售价将会全面上涨。 而近日,台积电一位工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先进工艺生产出来的晶片效能更强大,能效也更好。 但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最大的麻烦就是烧钱,不仅是三奈米,二奈米工厂建设需要20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 大怕是AMD、徽达、苹果、高通这样的晶片设计公司。 开发一款晶片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这种趋势将会大幅推高苹果A17处理器的代工成本, 最终传递到消费端会导致iPhone 15全系售价暴涨。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此前传闻A17仿生晶片只会出现在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Ultra这两款旗舰机型身上, 按理说这两款机型涨价就好了。 但如果单一将涨价加到一至二款机型上, 势必会导致那两款机型售价过高, 最终会导致消费者会去寻找替代产品或入手相对较低的产品。 这样涨价的成本均摊到四款机型上, 将不会让某些机型涨价太过明显。 这么看来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的售价还算是比较收敛的。 iPhone 15全系将迎来大幅涨价,几乎难以避免。 而生产最新iPhone所用的这些先进制程晶片, 最重要的微影曝光机巨头艾斯莫尔, 近日在2022半导体EUV生态系统全球大会上指出, 艾斯莫尔的EUV设备生产台数已经从2019年的22台增加到2021年的42台, 预计2022年将超过50台。 2023年,生产台数将进一步增加。 用于2奈米以下的高数值孔径, HiNA EUV设备将于2023年年底推出初始版本, 量产型号将于2024年底或2025年初推出。 此外,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也向艾斯莫尔订购了。 下一代半导体设备, HiNA及紫外光EUV吐光机台设备。 继台积电和英特尔之后, 韩国半导体制造商也在准备引进, 能够实现2奈米工艺的设备。 这对最先进工艺的竞争预计将加剧。 不过台积电根本不慌, 原因就是它已将目光投射至1奈米。 新竹科学园区有关负责人12月表示, 台积电未来的1奈米厂将落地竹科龙台园区, 龙科三期扩建计划的先导计划已于11月中旬上报, 进度正常。 据台湾经济日报12月中旬消息, 竹科龙台园区负责人表示, 由于竹科龙台园区三期扩建先导计划已上报, 若一切顺利,目标定于2026年中洞工艰厂, 这也意味台积电一奈米厂, 最快2027年即可完成试缠, 2028年有望实现量产, 这与此前业界推测进程一致。 据介绍,台积电大本营在新竹科学园区, 若真的想要超前部署台湾半导体先进制程, 就近选择龙台科学园区是最理想之处, 并将为桃园带来上万个就业机会, 进而带动桃园整个地方经济发展。 据公开资料, 竹科辖下的龙台园区基地现有从业员工数约7000人, 整体年营业额超过500亿元新台币, 进驻项目主要为机体电路、光电与生计产业等, 目前已有包括台积电、合金科技、苹果分公司等产业进驻。 届时,台积电海外厂区最先进制程应仍在三奈米, 让台积电持续将业界最先进制程留在台湾, 全球主要客户最新的晶片仍会依赖台积电台湾厂区生产。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先前已多次表示, 台积电3奈米2022年内在台湾量产, 2奈米2025年量产。 不过,台积电没有公布2奈米以下, 更先进制程量产时间表。 董事长刘德英近日也表示, 你再思考1奈米要在哪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交组文件显示,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11月再增持20万股台积电股票, 10月他就增持20万股台积电股票, 两个月累计赤资超1.7亿元新台币。 魏哲嘉目前持有台积电6279207股。 这也说明他对台积电未来的2奈米, 甚至1奈米晶片技术充满信心。 在前不久的IEDM会议上, 王尔佛公司公布了一些数据, 援引IBS机构分析了各个工艺下晶片开发成本, 其中28奈米工艺只要4,280万美元, 22奈米工艺需要6,300万美元, 16奈米工艺需要8,960万美元。 后面的先进工艺开发成本就直线上涨, 7奈米需要2.486亿美元, 5奈米需要4.487亿美元, 3奈米需要5.811亿美元, 而2奈米工艺需要的开发资金是7.248亿美元。 也就是说, 如果某家公司想要拥有一款自己设计的先进工艺晶片, 比如2奈米处理器, 不说设计周期要几年时间, 公司投入的资金就已经让绝大多数公司跌掉眼镜。 这还不算生产的费用, 2奈米代工价格现在还没有, 但是3奈米工艺就要2万美元以上了, 涨价25%。 照这样发展下去, 未来2奈米甚至1奈米的CPU及显示卡就算能做出来, 成本也会一路上涨, 但代工厂商们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没有退路。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